台湾玉山科技协会卢超群理事 勤业重信风险管理咨询公司陈清祥董事长 勤业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陈明辉产业负责人 工研院胡竹生所长 资策会詹文南所长 远传电信饶仲华执行副总 以及各位与会贵宾 大家好 很高兴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 能够用远距非同步的方式来参加本次论坛 向在座的产业先进 报告我们数位国家创新经济发展方案的内容 也希望大家后续能够给行政员更多的建议和指教 数位国家创新经济 是一个政府积极规划推动的大型国家层级的方案 我们用DG Plus来简称 相信大家会很好奇 为什么我们叫做DG Plus 我们先前在思考如何用一个简单用直接的名字 来加深外界对这个方案的印象 DG Plus这个名称 基本上涵盖了这个计划的整体的思考 D指的是Development 要发展一个坚固的基盘的建设 I指的是Innovation 创新 要创新数位经济的发展 G指的是Governance 也就是说要治理智慧国家 而最后一个I是Inclusion 就是涵容 要跟公民社会的朋友们协作来达到涵容 这个Plus呢 也可以念做Upgrade 也可以念做Plus 就是希望我们国家在这个方案推动之后 能够向上提升 结合越来越多的部门 越来越达到共好 DG Plus这个方案 已经在去年11月24日的行政院会通过 从今年开始 一直到2025年 长达八年多的时间 希望让我们国家真的脱胎换骨 迈向一个真正富裕的数位国家 过去这几年来 我们可以看到 随着数位创新不断的演进 数位经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形貌 带动各个产业朝向跨世代的结合 跨境的结合 跨领域的结合 跨网络实体整合等等的趋势 在发展 这件事情不但让全球产业格局翻转呢 世界各国面临数位经济 创新不断加速 除了必须致力于落实 数位创新跟国家的成长发展之外 也需要因应政府 以及民众之间 数位落差的问题 我想特别强调 这里的意思是民众在数位上面 往往领先政府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寻找良好的解决之道 所以从我们国家发展的观点 要如何来因应这样子的全球趋势的变化呢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DigiPlus的一个核心精神 它并不只是一个 为了发展数位经济产业而推动的方案 更重要的是 我们希望能够达成 发展平等活跃的网络社会 推进高值创新经济 然后还要建构 富裕数位国家的这个愿景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个方案是一个架构完整 涵盖整体国家发展前景的重要方案 从我们对这个方案所设定 未来希望达成的总体目标 也可以了解 除了希望让数位经济持续发展 提升占我国GDP的比重之外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加速推动 高速宽频服务的相关建设 也保障人民宽频上网的基本人权 此外鼓励民众能够广泛使用 数位的生活的服务 借此让民众感受到 数位生活真的有带来生活品质提升 最后让我们的资讯国力 能够达到全球的领先国家的位置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精神 在这张图表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DigiPlus发展的过程里面 我们希望数位经济 占GDP的这个比重 成长从3.3兆元 成长到6.5兆元 也就是比重成长到29.9个百分点 其中呢属于软体服务 而不是现有的这个许多经济活动数位化 专门就是在纸软体服务的这个部分 也要从0.9兆元成长两倍 到大概2.9兆元 宽频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呢台湾可以接取100Mbps的人 其实是已经相当相当多 那不过呢我们接下来要推动的目标 是希望两个GigaBps的涵盖率 也可以到达90% 而且呢不管是大家生活在哪里 数位的禁用就是让大家翻转阶级 翻转各种不同的弱势的一个方法 所以无论家庭情况 或者是社会地位怎么样 至少都要有25Mbps宽频上网的这个基本人权 民众的数位生活服务的使用的普及率 是我们另外一个衡量的指标 因为即使家家户户都有MegaBps 甚至GigaBps的网络 如果不实际去使用的话 那基本上也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希望它能够从现在11住行 都使用网络的人 好比上我 目前只占26% 那我们希望慢慢可以达到80% 最后呢就是在我国的资讯国立排名 这里应该特别讲的是世界经济论坛 这个社群能够跃进到前十名 那为了要达成前面提到的这些目标 DigiPlus的方案规划了七个不同的行动计划 涵盖了不同的购物面 举例来说 基础环境 经济的跃升 网络社会 数位政府 智慧城乡 还有在人才 科技 法制这些环境上面所需要的配套措施 在建构数位创新基础环境的部分 我们将会在完备法制环境 并且强化主管机关数位职能的基础上 积极发展所谓的超宽平云端基础建设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会发展公平竞争的市场 安全可以信赖的应用环境 以及规划前瞻的平谱政策 大家具体会有感受的 可能就包含 接下来即将要 这个全线在高铁 提供无线上网服务 或者是在5G的时代呢 可能台铁 全线的通讯也要非常的畅通 各地地方政府 以及政府机关 我们也在合作 来规划爱台湾的这个无线上网 那最近呢 已经没有止限速在一个Mbps了 很多地方可以到五六Mbps 那等我们这个方案 这个继续发展下去 也许就可以到达 20Mbps以上 另外呢 特别是在偏乡 需要的医疗的环境 这些环境呢 很多是要用来把 这个医疗检测的结果 及时地传递到 可能比较这个都会区的医院 或者是诊疗的院所 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那这些工作呢 是需要相当好的宽平的 这个呢 我们也希望尽快 能够达到100Mbps 在数位经济的跃升方面 我们会用数位创新 来支持跨产业转型的升级目标 也就是所谓的数位转换 Digital Transformation 这个就包含发展创新的应用 支持产业本身的创新 以及拓展数位商务的 这三大主题 也就是说 我们会激励数位的创新应用 带动跨业别的数位创新 营造数位创新 应用商业化发展的友善环境 强化数位商务产业的 国际拓展机制 健全数位商务产业发展环境的过程里面 还要串接国际跟国内的创新研发资源 以及最后就是加速数位创新服务实证 这些重点工作 那我们在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呢 也有一些量化的指标 因为这个计划到2020年 所以我们希望跨境的交易额呢 能够达到新台币1000亿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发展 好比像说 整体B2C的电子商务交易额 可以达到新台币一兆元 那到2020年的时候 希望电子支付呢 能够占总消费额的60%等等 接下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网络社会数位政府的行动计划 这个就是governance的那个部分 因为台湾是非常特殊的 我们在有数位人权的保障之下 我们有机会 透过开放网络社会的这样的方式 来在保障社会弱势 享有宽品金融机会的同时 就可以运用公民科技 深化公共政策的多元沟通 网络和实体结合 全民协作的这些机制 就可以实现所谓的参与式民主的这个理想 在以前参与式民主 如果是要用实体的方式来运行的话 是非常非常花时间的 但是因为数位技术的突破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用网络跟实体整合的方式 来降低每一个公民参与的成本 从这个想法出发 我们就可以结合政府资源 产业界和民间社群 一起来开拓数位科技 数位治理和数位经济的多元国际合作关系 事实上在我进入那个之前呢 我们许多社群的工作 也已经是国际的开放政府的社群 所不但是引介 而且实际上是去利用了 那所以呢 在我加入政府之后 我们会用这个 来当作更进一步的 外交上面的一个互相支援的一个机制 也就是说 未来的政府将会是一个服务型的数位政府 除了建构需求导向的一站式智慧云端政府服务之外 也会开发政府资讯 对内共同性的API 对外开放的API 开放资料就会藉由对内跟对外都可以加值应用 我们会强化相关部会 以及地方政府数位治理的体制和职能 我们会建立民间专业人士协助政府机构 深化数位治理的这个机制 这些方案呢 都会继续成为我们的重点工作 此外 全面社会福利的联网化 主动提供个人化的福利服务 以及公司及商业一站式线上申请 简化申办程序的服务 或者是申请护照的时候 同时可以自动通关 或者是户籍异动的时候呢 主动会更新电力公司 自来学公司 劳保局等等相关机关 这个都是在所谓的共通性应用程式界面机制底下 可以建立下来的 而在自智慧城乡的区域创新部分 我们未来将会以中央地方产学研 携手建设智慧城乡作为目标 发展以人为本的创新应用生活和公共服务 我们也会运用智慧联网的科技 来建构一个优质的生活空间 也就是说把我们手上的这些国土的资讯充分运用 维护环境的品质 保障大家生活的安全 并且建构所谓的智慧生活环境 具体来讲 我们在2020年会完成超过1万点的空气品质感测点的设置 以及开发相关的数据分析应用服务 我们的预报呢 会精致化到乡政区级的这个尺度 至于在所谓的防救灾的体系里面 我们也会整合现有的许许多多不同投入防救灾的单位 完成22个县市环境灾害的监测影像 及时掌握各种灾害发生的过程和地点 正确的及时的回应防救灾上面的需求 在智慧运输方面 到2020年我们将会降低交通拥塞的程度 达25% 降低汽机车的肇事率达20% 并且提高10%左右的公共运输的使用量 而除了前面提到的各个面向的行动计划之外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 人才培育、科技研发 以及法治环境这些重要的配套 而其中又以数位人才最为重要 在人才的培育方面呢 我们会从国际影才、跨域育才、精英的养成 以及向下扎根这四个面向发展 我们知道12年国民教育107课纲即将上路 在这个课纲的制定的过程里面呢 课程发展的最后我也有幸参与其中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说 并不是只是有几堂电脑课或资料科学课 去教学生这些能力 相反的我们要把运算的思维、数位的素养 融入教室教学的过程里面 并且呢 不但在12年国教的阶段 就已经让学生自己选择他的课表 像在高中的时候 所谓一生一课表的理想 到了大学的时候 更应该跨学门 直接打破学门的界限 来培养跨域的数位人才 我们将会培育尖端的一些数位技术 尤其是开放圆满的技术 至少1000名专才 我们也会每和200家企业 进行数位转换的工作 到了2025年的时候呢 就会至少培训3000名专才 每和600家企业 至于跨域人才的职能的养成 2020年我们会推动 在职跨域数位培训 共计2万人次 400家的企业 办理员工的跨域数位技能培训 那么在先进的数位科技配套措施方面 我们应该持续针对当前 数位经济时代所重视的数位科技 举一来说智慧联网 无人载具 5G的宽平 内容创新 各种智慧应用 以及自通安全等等 结合在地的需求 以开放创新的精神 追求国际的卓越 并且呢 透过这些不同的 先进数位科技的研发 产制 以及学术上的研究 进一步加深产学研的链接 当然 其实如果大家仔细去看 世界经济论坛的评比的话 我们的自通讯环境早就已经在整倍度上面 在全球是名列前三 所以呢 从那个论坛的分析看来 我们最需要修改的 就是我们的法治环境 我们到现在 连数位通讯传播的基本法 也就是线上的行为 要怎么跟线下的民法相借借 都还没有完成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从入阁的时候 就一再的强调 就是本来的 所谓的汇流法律的 严厉的这个工作 是不能停下来的 那也很高兴说 这一次呢 院长也愿意 把它列为 我们优先要审议 并且提往立法院的法案 那当然 除了数位汇流的 这几个基本的法规之外 我们还要检讨产业发展 应用服务 以及平权社会的法规限制 作为其他推动主轴工作的 推展的最最基本的基础 也就是说 只有我们能够在 所谓的个资 以及隐私 以及智慧财产的 这些不同的态样 取得一个一致的解释 不会在法院 有非常多不同的见解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一个 可预测的环境底下去发展 创新 综合前面各种 构面行动计划 以及配套措施的重点工作 我们的核心精神 就是在追求卓越国家 创新经济 智慧治理概念的同时 积极建设 数位的基盘 七位的基盘Development 一旦确立 在上面长出来的 不管是私部门的Innovation 就是所谓的创新 或者是公部门的Governance 新的治理模式 或者是民间的Inclusion 去含荣各种各样 不同的需求的禁用 这样子加在一起 才能够实现智慧城乡和网络社会 最终就促进数位国家的发展 其实呢 我们最近挑一些重点工作来讲的话 电信业者也已经积极地投入 宽屏网络建设不遗余力 我们全国家户的可接取 100Mbps的涵盖率 已经超过98% 当然这里的意思是可以截取 不是说一定会去截取 我国主要的宽屏网络业者 也就是中华电信 在96年起 就提供100Mbps宽屏网络的服务 光世代的宽屏用户 16Mbps以上 在去年10月已经达到347.8万户 而其中100Mbps 也就是可以传送4K讯号的朋友们 也已经达到115万户 那根据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在2016年3月30日所公布的 2015年我国固网 宽屏上网速率评量 与分析摘要的报告 我国的连线速率估算 平均已经达到39.1Mbps 这个39.1Mbps的这个数字 其实在国际上已经是相当好的 虽然我们连到阿卡麦的伺服器 可能没有那么快 但是呢 其实呢 连到世界许多不同的地方 以及呢 在我们自己国家里面去互联 这件事情已经是非常快了 另外 我国4G行动宽屏用户 到2016年12月底 已经达到1806.7万户 以上都显示 我们的国民已经可以充分享用 不管是有限还是无限的 宽屏网络资源 为了带动社会经济的全面提升 我们接下来就会推动下阶段 Gigabit Per Second宽屏网络建设 这个在数位国家方案里面 叫做优势宽屏环境总体发展目标 包括2020年Gigabit Per Second宽屏服务 涵盖率达90% 2025年同样的90% 要变成两个Gigabit Per Second 以及到了2025年的时候 弱势加户的保障频宽 达到25Mbps 这些都将持续推动 我们的超宽屏的网络建设 第二个想举的例子 就是提升大众运输场所 我们会从高铁开始 但是也包含机场 以及所有其他的公共的这些地点 的宽屏行动通信服务的品质 公共场域无线网络的服务的速度 以及偏向卫生所 之前有提到全面改善 提升频宽等等 本来呢 大家如果坐高铁 环台就是全线的话 都会发现说到不同的地方 它的SSID 就是无线网络的 连线的那个节点的名称 是不一样的 那感谢国发会 以及各地方政府的协助 我们现在已经逐渐把它都统合 到爱台湾的这个SSID 未来呢 后续的工作 将由交通部 通传会等相关部会 积极推动办理 持续提升我们网络的 连线速率和服务品质 逐步的缩短数位落差 实现宽屏的网络基本人权 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的报告 感谢各位的聆听 政府的材质跟经费有限 在数位落差里面 比起业界 我们常常是在落差的 这个比较低的这一端 所以未来呢 在推动数位国家 创新经济发展方案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仰赖 在座的各位 以及公民社会各界的协助和提点 最后祝福这一次的论坛 圆满成功 大家都能够有丰富的收获 谢谢大家